Hi guys, this is Chik R 就算你沒有經歷80年代 但是很少沒有人聽過或者是看過1989年的迪士尼動畫片 《小美人魚》 Ariel的角色升值人心 甚至是這一首 也讓人無法忘懷 我就有台灣的朋友太愛小美人魚了 甚至取了Ariel這個英文名字 時間快轉30年後到2019年 迪士尼宣布了《小美人魚》真人版電影的選角 由美國非裔歌手Holly Bailey擔當 Holly在推特上跟大家分享了這個訊息之後 在那個時間點,觀眾的意見就已經很分歧了 直到今年9月份,這個分歧在網路上炸鍋了 迪士尼釋放了仙導預告片 那我們先來看一眼 WISH I COULD BE PART OF THAT WORLD 有人用插件去看後台的導戰術 有人用插件去看後台的導戰術 竟然超過了150萬 我看了留言區一開始有點懵喔 大家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後來看了其中一個留言者說明才明白 對於那些對留言區感到困惑的人 這部影片剛出來的時候收到了很多批評 於是迪士尼開始刪除留言 在此同時出現了大量類似但正面的回覆 譬如 我超愛那一幕 當Ariel做某某某事的時候 之類的 因此大家就開始跟著玩了起來 竟說一些他們很愛哪一幕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卻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譬如 那一幕Ariel說 You shall not pass 讓我整個背景發涼 那一幕小美人魚說 龐德 我叫詹姆士龐德 讓我嚇傻了 那一幕Ariel說 結束了安納金 我已經佔據了高地優勢 那一幕Ariel說 強大的能力伴隨著重大的責任 那一幕Ariel說 高坦士不配得我這個人魚 但是他需要我這樣的人魚 高坦士需要什麼或就是什麼 整個讓我背脊發涼啊 那一幕Ariel說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 真是感人啊 還有人用AI技術 還原皮膚白皙紅頭髮的Ariel 真的是炸鍋了 但其實any press is good press 不管正面的評價 還是負面的評價如何 這部片已經成功的得到了社群媒體 還有大透媒體的宣傳 相比之下呢 其實9月初 迪士尼的另一部經典重製片 小木偶奇遇記 其實也悄悄上映在Disney Plus 明明是找了大咖演員 湯姆漢克斯參演喔 但是Pinocchio的身世 根本就是風平浪靜 無風無雨 當然這部片後來的實際評價其實也破低啦 劇情改了許多 甚至被批評為毫無靈魂 近年來有很多的迪士尼真人版重製片 像是獅子王 小飛象 其實都有收到一些批評喔 話說如果你想要訂閱Disney Plus Netflix 或者是HBO MAX這一類的串流服務的話 使用VPN虛擬私人網路 就可以觀看台灣地區以外的影片以及內容 Surfshark VPN在全球有上千個伺服器 隨手一點 一下在美國 一下在英國 一下又在日本 有種虛擬旅遊的感覺 前幾天我的手機 才收到我的Instagram帳號 在別的區域登入的警訊通知喔 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到 我的帳號密碼怎麼可能流出呢 結果後來才想起來 啊那天早上 我是在Surfshark VPN開著的狀態下 登入了Instagram VPN的功能就是幫助你間接透過 企業架式的伺服器 登入網際網路 因此你的IP位置會改變 你的瀏覽紀錄也不容易被一些企業網站記錄 你的帳號密碼資訊是更安全的 最近旅遊逐漸復蘇 如果你想要去旅遊 經常使用公共Wi-Fi 超級建議你使用VPN 現在使用我的專屬折扣碼 JRLEE Radio 就可以享有17折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 再獲得免費三個月的使用 保護你的資訊安全 Surfshark VPN 好回來喔 我們試著用比較理性客觀的角度來看 最近的這個小美人魚選角的議題喔 正反面的意見大致上是這樣子的 支持的人說 這是體現種族多元代表性 有非裔人士將自己的孩子 觀看預告片的反應 post上了社群媒體 小朋友從黑人美人魚身上 感受到身份認同 很多留言者都說 看到流淚 也有非常多的聲音 我聽到最多的聲音是說 Holly Belly的聲音實在是太優美了 要飾演這個Ariel呢 再適合不過了 啊 那差不多帶了我眼睛 我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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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的小美人魚配音 Jody Benson 也在Instagram上表達支持 也有人反駁反對者的原創故事論調喔 說明這個 小美人魚雖然是丹麥文學作品 安徒森通話 但是他1989年的動畫片的劇情呢 其實也是背離了原本的文學作品的故事詞 結局很不一樣 那既然如此 主角換個膚色 不也可以嗎 By the way 原著的人魚公主 後來不忍心殺害王子 換取他自己的性命 所以最後 煩化成為大海的泡沫 малень Towel 是丹麥童話故事 如果迪士尼真的要做出更多有种族代表性的作品 应该是要找出能代表非洲或者是加拉比海等地区的原生故事来做创作 而不是改变既有的属于别的文化的角色 也有人表示 从小喜欢的角色被改变了很难有共鸣 当然啦 也有很多不理性谩骂的声音 但是这一些呢我们就先忽略 纵观上出的意见和观点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赶快留言在下面我很想要听听看大家的意见是什么 两个问题 第一个关于选角的议题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第二个明年五月小美人鱼上映的时候 你会买单吗 赶快留言来跟大家分享 至于我的想法呢 坦白说我是有一点无法产生共鸣啦 因为有一点现有的画面 有一点没办法敲响我对Ariel小时候的回忆 少了那么一点点怀旧感 像我看变形金刚第一集的时候 电影就是用了当初卡通的原声那个变形声音 听到那个声音瞬间就会 因为它就勾勒出你小时候的回忆情感情怀 不过现在先导预告片的画面也很少了 所以之后看了也说不准 纯粹个人观感啦 至于迪士尼呢 的确他们这几年来确实常被诟病是过于政治正确哦 那我们在台湾可能比较无感 但是像我有在听美国的一些广播电台哦 确实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 有人非常支持 有人非常反对 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说 给自己的孩子看迪士尼Plus都还要特别稍加留意 我自己是很乐于看见更多有种族代表性的故事和角色啦 但是我也同意上述的观点说没有必要去更改既有的角色设定 因为那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他的童年 他的回忆 反而迪士尼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创新和发掘新的故事 新的角色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他的目的 像是Raya and the Last Dragon就是东南亚文化元素 Moana是玻璃尼西亚文化 我印象中Moana的评价就很高 更早以前的《风中奇缘》 跟皮克斯合作的《灵魂急转弯》 主角是黑人灵魂愿意乐手 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这一部啦 但是他的评价也很高 如果要你试着想象披着红披风 内裤外穿的超人是黑人 其实无关乎种族 但是克拉克的形象已经升值人心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违和感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2006年的《超人在临》 就真的曾经找过维尔史密斯主演 但是他拒绝了 2008年他演的《全民超人》虽然评价两集哦 可是票房却是海放了《超人在临》 最后呢我看了这位YouTuber Tyron Magnus 我希望我评论这个正确 by the way I agree with what you had to say about this 我觉得台湾也算是表达出了部分人的心声哦 那我们来听听看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mess with what they've grown the love to sit down and say I'm like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doing? That's how people are Agree 非常同意 到头来我们看电视看电影 其实就是为了想要放轻松 不要想太多 来我们大家都不要想太多 喜欢就给他进电影院去支持一下 没那么喜欢 没有关系我们看别的 不然大家来一起看阿凡达超越地球的蓝色种族 人类都是邪恶的 政治正确 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给我们按赞分享留言 想要给我们一些实际的支持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我会非常的感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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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